用手背好不好 最簡單的打起位置 對 而且泰山還說對嘛 就應該是不要讓小鄧鄧 這麼輕鬆 年紀輕輕就打DH 意思就是說他可以打DH 鄧志偉應該是要讓他 有手背位置確定 沒錯 這個DH的位置交給泰山 是最正確的 對啊 因為常常也是隨著球員年齡的增長 或者是這個 行動比較緩慢一些什麼的 就會從手背光譜裡面 從男的慢慢移動到簡單的那邊去 大部分都這樣 比較少由這個 簡單的去挑戰男的而成功的 鄧泰山這一棒轟到的是在 就外眼方向 這個球像是鄧泰山的頭髮 回不來了 紅布朗 連續二十五場比賽 沒有打拳雷打的狀態上 終於開轟了 這位台灣拳雷打王 打出了本季第五號的拳雷打 沒有讓小鄧鄧專美於錢 本季第五號 還要跟鄧志偉親親的 來一支拳雷打 這球還打得滿足夠的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兄弟 是投手的調度方面 是用一個側輪戰的一個形態 過一不小心 面對統一的這些打者 長打能力表現好的 稍微偏高一瞬時就拉出去了 這一支紅布浪也是張泰山 職棒生涯第兩百六十轟了 差四十轟到三百轟 兩百六十號的拳雷打 距離上一支拳雷打 隔了二十五場比賽沒有開轟 差點要拚他職棒生涯 我記得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好像三十幾場沒有拳雷打 職棒生涯最長 連續場數沒有拳雷打 那這一次又連二十五場都沒有開轟 沒有像張泰山的頭髮回不來了 結果這一棒轟出去 哇 打得太漂亮 扶贏